所以现在各位应该看的会比较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继承物件导向的第二个特性 第一个特性是封装 就是把资料和函数装在一起 装在一起可以让那些函数去操作那些资料 这个叫做封装 接下来封装完的那个东西叫做类别或物件 那类别是指可以产生很多物件的那个样板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物件和物件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我可以写一个新的物件去继承旧的物件 OK这个叫继承 那什么叫新的物件继承旧的物件 我们还是用刚刚的矩形做范例来看 那这边呢我写了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是跟刚刚不太一样是我们还是有矩形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的矩形的后面加上一个shape 这个shape呢是一个类别 ok它其实可以不要组程式啊 所以等一下我们把组程式独立拿出来变成第三个好了 那这个组程式跟它混在一起可能会搞不清楚 好所以我们待会把它拿出来 所以这个矩形呢计成shape shape有一个函数叫做area面积 那因为一个抽象的形状面积是什么 其实是没有办法定义的 所以我们就干脆传为令好了 OK 那对于矩形而言因为它有宽和高 所以我们的面积呢就可以传回 为此成height 这没有问题 那请注意它之间的关系 举行去继承 继承这一个 这一个形状 然后呢它就得到一个 面积函数 然后当它在下层的时候呢 它去把上层的面积函数给盖掉 盖掉所以加overwrite这个字 但是很多物件导向的语言 其实不用加这个字 也不用加什么其他的字 像java就不用 它直接自动会盖掉 OK 但是这次shape它的语法规定 你要加这个字 而且你的上层呢 一定要加virtual 或者别的抽象的字 那我们先来执行一下这个范例 而且我把这个范例修改一下好了 让大家可以把组程式跟 跟物件分开 所以我在这边修改一下 好 我把组程式放到test里面来 这样子OK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组程的范例 我建置一下 好 那你会看到我们建置应该没有错误 好 这时候我执行呢 我就在这边做设个中断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好 这时候它说r.area等于40 那这样还不够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有一个叫做shape的这个物件 所以其实我可以 宣告它 也可以呼叫它 好 那我就来宣告一个shape物件试试看 好 那我也可以呼叫它 好 s.area等于s.area 好 就这样 那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s.area是0 没错 因为那个抽象的形状我们确实传为0 好 r.area是40 那下面这一层的东西 确实也把上面那一层的area 这个函数给布盖掉 好 那这个东西叫做继承 继承 好 那 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我今天 如果我今天 继承只有一个物件去继承父亲 其实是 怪怪的 因为通常你 会有 两个以上的小孩 去继承父亲 这样才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效用 所以呢 我再加一个sircle函数 好 我再加一个sircle函数进来 就是圆 应该是sircle物件 不是函数 sircle物件进来 这时候呢 我们再重新 编译一次 建置 好 有些同学你会发现 下面有错误讯息 但是呢 诶 你的程式没错 那代表你没有重新建置 所以你要 按这个建置方案去建置 现在我建置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的主程式没有呼叫 圆 所以呢 我就建立一个圆 好 这个叫c c等于new circle 好 circle 那问题是circle的建构函数 你看一下 它只有一个半径 所以我只能传一个半径进去 那半径呢 我们就用2好了 那所以我 印出 C点Area 好 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好 建置没有问题 执行 好 你会看到 S点Area 这个形状 它是没有面积的 橘形呢 8540 5840 所以是40 C点Area呢 是3.1416 乘以R 乘以R 那R是2 所以3.1416 乘以2 乘以2 就是3.1416 乘以4 就是12.5664 OK 好 那所以这也可以算出圆形的面积 那这里有个重点 那这里有个重点 Class Circle的后面 会两点接Shape 这个一定要注意 因为它有继承关系 Rectangle的后面 会两点接Shape 有继承关系 那Shape上面呢 会有Virtual这个字 然后呢 Rectangle和Circle里面 会有Override这个字 Override就是把它盖掉 盖掉 那Virtual就是说 它是虚拟函数 可以被覆盖 Virtual的 在这里的用意是可以被覆盖 好 那所以大概我们的 的 继承的部分 主要就是这样 那我把这一个程式呢 给抠上去 好了 直接把 刚刚的程式给覆盖掉 因为 因为我觉得 这一版的程式 比较 比较好 因为它把主程式跟那个分开 所以 我就直接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好 好 那下面这个已经继承了 就不用了 好 就这样 好 所以一个程式 搞定就可以了 好 那就请各位看一下 我们的物件导向里面的继承 这部分的范例 然后执行看看 确保你 真的了解 这一个程式 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 讲完这个 我们待会就可以来讲多行 那今天的 部分就大功告成 我们就可以开始出作业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